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麼今天台股做一個量縮的反彈 指數雖然收復了9200電 但是整個成交量居然不到600億 當然在整個週末的時候 那麼針對德意志銀行 那麼終於傳出可能跟美國 去調降和解金這個部分 造就了美股 並沒有在高檔的時候 出現重挫破線 但是就台股的格局來看 今天雖然料說走回了9200電 但是內支的部分 卻開始很明顯的在撤退 所以回過頭來看 這一波的台股在高檔震盪整理 對於多方來講 不管是時間來講 或者是空間來講 通通已經越來越緊迫 畢竟如果你看到今天台股 那麼延續著上週的弱勢 直接往下灌 你可能會認為說 哇 那現在台股跌下來 是因為指數跌外資賣 我的股票差 或許你會有自己安慰自己的效果 但是如果今天指數是漲的 可是你的中小型股卻是破線 而且是灌破了這一個多月來的新低點 那麼你心裡面的壓力可能會更大 畢竟指數它並沒有跌 可是問題是如果個股出問題 基本上你就會把它跟大盤撇開來看 這也是我這兩三個月以來一直在講 你要把指數跟個股分開來看 絕對絕對要這樣子做 因為就指數上面來看 我之前強調過 我說現在外資具備充滿優勢 它只要掌控了台積電 掌控了大力光 對於台股的投資人來說 你不太用去擔心指數會有什麼重大變化 可是如果個股上面 你反而要留意 如果高檔出過的利多 報的大量 領先台股破季線 領先台股破月線 那麼它就是一個警訊 所以今天是11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指數彈上來 你卻看到我們空方 再度的勝出 有些中小型股 不用等到大盤跌 它就自己破線了 像今天收最低的3522的宏森 那麼又回到了45塊錢 45塊4.5 今天收在最低點 過去一個多月 這檔股票在高檔的時候噴出 我講過 盤整我講過 破線我也講過 就是放空 多單趕快賣 那麼從61塊5毛錢 到今天破線 如果你操作得好 就是可以避開風險 賺取價差 當然如果你是在相對高檔 最近的投資朋友 你今天才看到我的節目 你可能會覺得很扼玩 許老師你在講的時候 我都沒有聽到 我今天才看到你的節目 那我也只能說抱歉了 畢竟股價它不會等人 之前在噴出的時候 這邊暴力多的時候 我都談過了對不對 就好比說3293的星象 過去我275空 我這邊再空 我這邊補掉對不對 那今天反彈上來 如果你有空單了 我也跟你說抱歉了 因為我們已經獲利補掉了 對不對 我們在等待第三次的出手點 意思是一樣的 每一次的關鍵出手 我都希望你在現場 今天鴻聲破線 今天星象反彈 對於忠實的觀眾朋友來講 你只是再度的驗證 我們看盤的功力 跟操盤的手法對不對 那如果是 剛剛轉台的投資朋友 我也希望你把 整個觀念給釐清過一遍 畢竟這波台股在高檔整理 我們幫助很多的投資朋友 陸陸續續來到我們團隊的 那麼在篩選個股上面 我一直強調 如果台股是在右肩整理 或者是這個盤頭的過程 當你的股票開始轉落了 我都要你去面對現實 該停損你就停損 甚至你該放空你就放空 我們上個禮拜才剛剛印證過 放空高價股 創造百元價差 今天我們再度印證 放空中小型股 你不僅避開風險 而且可以創造破例 所以9月30號禮拜五 當台股做回撤 那我當時講過周線 周線還在上升其行之中 還沒確認正式破線對不對 可是如果黑天的真的飛來 這個指數會用很快的方式 直接下來 那個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全軍覆沒空單全勝 但是如果現在台股 還在高檔震盪整理 你反而有更多的時間 去佈局空單 因為我們的主軸是烈殺紅色10月 今天才10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你就看到我們佈局的成果對不對 所以回過頭來看 9200點 對你來講是利多還是利空 我相信走到了今天 你點滴在心頭 如果指數天天漲 漲到了9200 漲到9300 你的股票是盤整破線 盤整再破線 那就是被養套了對不對 所以9月21號我談過一件事情 眾所皆知的利多不叫利多 全部的市場都一致的看法 外資會拉高起貨結算 他也拉高給你看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是利多 當時的內資股 包含的高價股 早就籌碼鬆動 即使到了9300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旗行上緣你追股票 叫做風險 沒有大波段利潤對不對 所以上個禮拜五 黑天鵝飛出來 今天黑天鵝好像看起來化解了對不對 指數又回過頭來 來到相對高檔整理 但是我講過 如果今天這種成交量 547億 可以去化解這邊的反壓 那麼技術形態就不成立了 那反之 如果指數還在9200點 你卻看到追價無力 看到內資在撤退 那麼他只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台股上漲無量 就準備下殺取量 所以不用等到下殺取量 個股早就提早變天 已經提早變天了 所以今天40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我也讓你看到 過去這段時間 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再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你應該應徵過很多檔了對不對 我說為什麼要集結空軍 如果台股有些股票還在出跌斷 那麼恭喜你 空最高你賺最多 那如果個股進入主跌斷 你空起跌 就是賺得快 那麼如果個股進入末跌斷 那麼你應該會看到 我們天天在秀亮燈跌停板 但是指數還在9200點 所以回歸到最原始 股票如果是在出跌斷的 空最高 當然你會賺最多 今天我們再回過頭來講中小型股 紅燊 那麼過去一段時間很紅 一個月過去的 每個人都忘記它了對不對 因為當時我談過一個觀念 我說如果你喜歡操作中小型股 發現了任何技術型態上面的瑕疵 我也請你 把多單出掉 甚至反手放空 這檔股票紅燊 8月19號 我一直以來針對中小型股 我的看法就是小心內支撤退 爆量之後會多殺多 當時在58塊9毛錢 我這邊空一次 我這邊加碼一次 如果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你應該知道我的看法 如果我放空一檔股票 後面它走籌碼站 但是基本面跟不上來 我就會選擇加碼空 我不會選擇空單回補 操作方式有兩種 一種你做錯了認輸 下一檔我們討回來 另外一種是 當你做了這個單子之後 你要有資金的規劃 我們空一層資金 留下來的現金部位 等待價格的變化 如果它是假突破 如果它只是 從碼面的所謂的短線運用 那麼我們就可以選擇 當它逆到結束的時候 加碼空 所以宏森 我們在這邊空的時候 嘎到58塊9毛錢 我當天我在電視也講 我被嘎了嘛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辦法 支撐這麼高的股價 我還是一樣打問號 所以我在8月19號 選擇加碼放空 這是我們當時的摳訊嘛 58塊9毛錢 市價加碼放空一層資金 這是3522的鴻燊 當然後面第一波的急殺 空最高我賺最多 稍微到52塊5毛錢的時候 我先補一半 先賺10% 就是一根停板 下一根停板就是10%了 所以我們在這天 8月25號 跳水急殺這一天 先補一半 另外一半空單爆了 這是當時的K線 那放空完畢之後 當然股價再高檔一定有利多 這個不用想 所以在9月1號的時候 鴻燊告訴你 哇他要轉型 他要去做餐飲業對不對 那我當時講過 我說如果本業虧損 去轉投資餐飲保證賺嗎 不知道耶 可是股價從8塊錢 漲到61塊5毛錢 漲了6.6倍 我當時講說 錢都還沒賺到 先噴股價 那只有一個可能 要嘛就是 他後面真的有超級大利多 營收不斷的進來 對不對 但是要嘛就是 他已經把最大的利多 給反應完了 不管是借殼上市也好 或者是轉型成功 變成餐飲業也好 他都來到了高點 所以我空完之後補一趟 反彈上來 我就再空回來 這是我在9月1號的call訊 鴻燊今天利多見報 爆量大漲 那有些人講說 正式的真突破 對不對 那我的看法是 出貨跡象明顯 所以會員空單不足兩成者 在55塊8毛錢附近 市價加碼放空 在這裡 56塊錢 56塊錢 那空完之後 在9月26號 也等了蠻久 等了一個月 做了一個右肩之後破線 所以當時我告訴你 高檔量縮價穩OK 這是多頭的講法 但是我說如果高檔人去樓空 你小心多殺多 同樣一個量縮 站在空方對還是站在多方對 你今天回過頭來看 應該是空方對 所以9月29號我就再空 49塊6毛錢 中間的過程空單我都沒補 來 352洪生新會員手中無空單者 在49塊7毛錢附近 市價放空一成資金 9月29號 9月29號 那今天擊殺到46塊錢 10月的第一個教育日 先見個洪 來 洪生擊殺破線 會員的空單成本在52塊錢以上的 市價獲利回補一半 這是我們洪生的兩趟操作 58塊錢我們要錢空 52塊我們要錢補一半 彈上來56塊錢利多 建報我再空 今天我再補一半 這一趟 10.8% 這一趟 17.8% 不多啦 加起來28.6% 破線 空單勝出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會告訴你 還有更多像洪生這樣的股票 可以讓你佈局 這次是哪些標的 謝一下之後 馬上回來 美人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纸旧世界 天然每天 回到現場 台股在高檔 量縮震盪 提防 內資型的股票 提早母油 那麼這個觀念 一講再講 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在這種中小型股上面受傷 過去我們在解高價股的時候 我談過一些高價股 像6238的勝利 那麼 當然來找我們的人都是 很痛苦啦 因為畢竟在這邊買 在這邊想說突破加碼 整理沒關係 結果沒想到接下來破線 那當然我們秉持著我們的原則 就是當你有多端受傷了 我們該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 就是幫你想辦法減少損失 接下來接棒到空方的操作 就是讓你銜接上來 然後進行 第一個損失的討回 第二個當然是價差上面的獲取 對不對 這是你找我的目的啊 這波指數從9000點再上去 7月18號 後面9200點 後面9278點 後面9303點 每一次的創高 你每看到一次創高 你就心寒一次 指數越墊越高 我的股價怎麼越走越低 原因無它 我上個禮拜講過 我說台股重要的危機 不在於說得盈 得益之盈 這到底是不是超級黑黑的 我認為不是這樣 我認為是台股的結構問題 如果走到的末端 是百花齊放 比價而上 量滾量增突破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 即使我看空我也會認錯 可是問題是 我在操作空差沒有 沒有這樣的疑慮啊 我發現我們空的標的 後面印證了 哇台股創高不得了 結果它的股價是破底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問我 空軍要不要繼續集結 我告訴你 現在才正是時候 初跌段 空最高你賺最多 每個人都想要做多 買最低賺最多 同樣的道理啊 放空 空最高會賺最多 不是嗎 這一陣子以來 我們驗證高價俱樂部 我們說過了 你只要讓我看到高檔破線 利多不漲 法人棄養融資開始產品 我們就會進場空 我在空心向的時候是263 空心向是275 後面兩趟補 我補在191 你說徐老師 彈回到222 對啊 那我不是神嗎 我補在這裡 最低點是172 不是嗎 但是我說過 太標準的線 你不要亂追 太標準的線 你不要亂追喔 那徐老師我的空單 空在這裡怎麼辦 我有標準答案 只是你願不願意伸出那隻手 就這麼簡單嗎 你只要手伸起來 一通電話 我覺得並沒有什麼難處 是你願不願意行動而已 這兩三個月陸陸續續 放棄多方 來到我們空軍行列的 現在就是一代印證 還好當時沒有 拼命的去加碼攤平那些個股 弱勢就是弱勢 盤長不關他的事 不是嗎 你手上有星象空單的 接下來三天之內是關鍵 不要亂做 不要亂做 我在空操縱的時候是179 後面兩趟我補起來 對不對 賺30塊錢 小心喔 我應該會出手第三次 時間一到 盤中立刻通知 立刻通知 來 那冒連當然不用講 空下去直接破線 對不對 破線完 當天擊殺先補 後面反彈 你有沒有看到 我就是再空回來 補一半空回來 這樣子你才有架差轉 那你會問我 徐老師 為什麼你不全補之後 哇反手這邊再空 那我反問你 如果空下去補一半 後面連續跌停板 每一趟的操作都有它的意義 我這麼做是告訴你 當你的成本在173 這邊你補一半 這邊你再空 你就先把這趟架差轉起來 你才會爆得久 因為你的成本壓力越來越低 你可以拉長時間 戰線的就越來越長 這是操作面的運用 畢竟台股現在不是大崩盤 300點500點起跳 所以在正式崩盤之前 你當然要用架差上面的策略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想的都比你細很多 所以171我空回來 隔天來到168 上個禮拜五直接破線 對 徐老師 怎麼又破線了 還好你這邊有空回來 我說對啊 這樣子你是不是又賺了一趟架差 對不對 所以 任何股票操作的邏輯 其實都一樣 如果你是占空方的 你只要看到那種 任何技術形態上面的恰值 或者是消息上面的恰值 或者是股價上面的恰值 Anyway 毅然決然 請你採取動作 現在你回過頭來看鴻森 58.9塊錢是不是空最高 為什麼補一半 為什麼這邊再空 為什麼這邊新會員進場空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徐老師 徐老師 對耶 我這邊空 我這邊補 我壓力少了不少 這邊我就敢空了 我這邊我再補 哇 我又賺了 這叫空單上面的價差運用 可是你要印證多久 58.9塊錢 一趟 56塊錢 第二趟 當你印證完畢之後 如果你有多單的 你告訴我這個叫什麼 盤頭破季線 起跌第一天 對不對 所以有些股票 高檔 高檔轉弱的 今天我開牌這一檔 我不想再遮了 來 4534的沁騰 9月21號我講過 高檔轉弱季線逃命 我空33塊一毛錢 隔一天9月22號 我就再空 33塊2毛5 那麼上個禮拜破線 今天呢 再破一個短低點 來到30塊7毛5 要注意喔 提早破季線的都叫弱勢 不要隨便加碼攤平 汽車族群 小心風暴來臨 當然你今天如果錯過了鴻燊 你今天如果錯過了慶藤 沒關係 我幫你準備另外一檔 也是一樣 跟鴻燊一樣的 空在起碟點 有需要不會的地方 請馬上跟我線上助理做聯絡 利用 我們獵殺紅色10月的活動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服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盛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venir 我們會進入 com 去 我們會進入